哈喽大家好我是诺诺 欢迎收看兄妹极限亲眼生存第29集 我们又在了课时圣树 你猜我们要去干啥呢 诶我这关子的卖袋是不是不够聪明啊 会玩生存的都知道 这是召唤虚幻幻影的材料呀 哥哥把你的头挪一下 我来了 我不可能再割你呢 我有心理阴影了 啊对还没说完呢 我们今天要去弄一个三家门残片 我都用掉好几十张传送圈主了 消耗不起呀 还需要一个识人之眼 所以要再打一次识巨人 氧气背包缩小技术 放好了三个方块 先让我背个份 这样保留紫英识 一二八八 漂亮 好卡 诶这根光柱好像更漂亮了 紫色的光芒诶 完了 昨天背包忘了秀 然后哥哥也被打得只剩下了一滴血 开局太不妙了呀 果然干掉两只远古大眼盟之后 我没了呀 你怎么死的呀 被炸弹速度的 回挡回挡 这次就比较顺利了 你看当当都不还手的 很快这一形态就打完了 你别上去拿断时间砍啊 你用那个公主打他的腿伤害很高的 可怜的哥哥 因此被我逼成了个画脑啊 哈哈哈哈 只剩最后一击了 什么颜色 完了看不太清楚 蓝色蓝色白色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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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 完了错了白色白色 错过了 你这个眼睛啊 你啥时候去看一下呀 我发现你这个眼睛 近视程度比我都高呀 那个纯手意外 再说过程有什么关系呢 结局最重要对不对 可以去找虚光幻影了 让他乖乖交出三脚门是不可能的 只能运抢了 第一形态没什么好说的 穿上火箭背包慢射就是了 好了没了 哎呀呀呀 虚光幻影又感觉又突然加强了一样 这是晚上 小怪太多了 好我们找地方先睡一觉 去上面睡一觉去 天亮了 继续 哎 三个地心人一个包包蛋 这是想干啥 哎呀呀 地心人攻击我 不是虚光幻影在哪呢 啥意思 你不就在他旁边吗 不是你能看到虚光幻影吗 肯定能看到呀 我如果说他隐身了 你信不信 信肯定信 别说是隐身了 你说一脚把他踹死了我都信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 好有联机的bug是存储不穷啊 这下只能挠挠实实的打了 脚底按摩是做不了喽 哎呀 这些人真的打人了 你现在他真是回血不打人的呀 我一点看不到他的血量 没事快死了 哎混了黑龙出来了 走漏让他自己玩去 等他消失之后我们再接着打 哎我能看到虚光幻影了 好奇怪哦 而且现在能打包机 好了 哎完了又先又给我了 没事啊 就修东西然后传送什么的 没事我帮你修火箭没包以后 我三百克滚 啊三百克 大脑啊 我要的东西也到手喽 喜欢吗 喜欢很久了 你早说呀 你早说我之前我就送给你了 这个东西谁不喜欢呀 还用得着我说 切马后跑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